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先来报道一下 现在我们有2739名的确诊病人在留医中 当中有396名是新增确诊的病人 现在有1561名的病人入住隔离设施 其中542名的病人在隔离病房 161名在二线隔离病房 631名在北大鱼山香港感染中心 227名在亚伯馆新冠治疗中心 当中合共有274名是新增的确诊病人 昨天新承报16名的病人情况危待 14名病人情况严重 现实留医的确诊病人当中有61名危待 51名严重 其中16名危待的病人正接受深切治疗 离世病个案方面 新承报6宗 分别是三男三女 年龄 77到94岁之间 当中有3位离世的病人没有完成3针的疫苗接种 其中两名是一针都没有打过的 我简略地谈一下病人的概括 其中一位77岁的男病人 他本身有糖尿高血压 血质高 8月16号 他在社区检测中心做了一个测试 当时结果是阳性 CT值28.6 家人报到卫生署的平台上面 医管局在8月18日打电话给这位病人 病人的女儿接电话 当时告诉我们病人有轻微的咳嗽 轻微的流鼻涕 没有发烧 没有气喘 进食正常 我们提议这位病人去看指定的诊所 或者远程医疗去拿口服药 当时女儿认为不需要 因为病人的病征轻微 我们教导病人的女儿 如果病人有气喘呢 或者是高烧 或者情况差了 要去急症室 病人之后 病人之后 胃口开始转弱 在9月1号之前的一个星期开始行走 困难 9月1号 清晨的时候 家人发现病人突然昏迷 不醒 他们呼唤了救伤车 然后发现他是没有心跳 没有呼吸 给他做急救 然后送到急症室 急症室一直以来给他做急救 但是无效 结果一天早上 病人过身 看病人本身他打了两针 也在快速 在核酸报告之后 有报卫生署 我们也要给他打电话 我想在这里呼吁市民 尤其是60岁以上的长者 我们看到很多时候长者 或者是他们的家里人可能觉得病症轻微 或者觉得没什么他挺好的这样 我们会会转介 他们去看远程医疗网上或者是指定的诊所 但是他们也不愿意 有的看了也不愿意服药 就是我们的抗新冠口服药 我呼吁在没有病症的情况底下 60岁以上的长者都可以 也需要服抗新冠口服药 去减低病毒 减低病情变差 或者是入院或者是死亡的风险 希望各位市民 包括我们的长者 或者是他们家里人 发现家里人或者长者自己 有了新冠病以后 记住要找医生 或者是打电话去预约我们的远程治疗 另外其他五位的病人 他们简单来说 两位是从他们的死亡呢 是跟新冠没有直接的关系的 其中一位是89岁 男性有长期的病患 死亡的原因是脑出血 还有多器官的衰竭 她没有打过针 另外一位88岁女性打了两针 死亡原因是关心病 还有她有肺炎等等 其他三位都是跟新冠肺炎有关的 女性90岁 男性83岁 还有女性94岁 他们全部都有长期病患 包括糖尿 高血压 中过风 认知障碍 还有一个有心事颤动 过去一天 有318名病人康复 当中286名出院 7名病人经入院筛查 或者是院内检测确诊 9名同访病人是密切接触者 151名新增员工确诊 40名已经回到工作岗位 另外有一个公布 有关伊丽莎博医院内科病房 一个内科病房 先后有4名 分别是62到93岁的男病人确诊 2019冠状病毒病 4名病人曾经同一名早前转院到九龙医院 之后确诊的病人处于一个病格里面 这4名病人 不好意思 是同一个病房里面 这4名病人正接受隔离治疗 3人情况稳定 1人 微带 微带的是93岁的男病人 他本身有自身的一些身体的其他的疾病 在医院正在调查有关的个案的关联 有关病房已经暂停探访的安排 同时进行彻底的清洁消毒 医院会密切地监察员工 还有病人的健康情况 也会继续跟卫生皇后中心保持沟通 跟进最新的情况 另外 有一个关于基督教联合医院 急证室护士的一个讯息 在基督教联合医院一名急证室的护士 昨天就是9月2号下午经快速检测 确诊新冠病毒 医院的感染控制组 做了追踪调查 发现这位同事曾经出席 同一个部门另一名同事的婚宴 所以他同桌的6名急证室的护士 被界定为密切接触者 急证室的服务没有受到影响 医院会密切地监察员工的健康状况 跟卫生防护中心保持紧密的联络 跟进情况 谢谢刘医生 大家好 现在是报告昨天9月2日有关2019新冠病毒病的最新资料 昨天本地感染个案的数字是1022宗当中 包括了3051宗是接根核酸检测阳性 另外7171宗是快测阳性 有一部分就是经核酸确认是阳性 还有204宗输入个案 当中181宗是经核酸检测阳性 余下23宗是快测阳性 在死亡数字方面 昨天新增7名的新的死亡个案 累积到目前为止第五波疫情 香港共录的9503宗死亡个案 除了刚刚刘医生所说的6宗 经医院管理局系统的死亡个案 我们在昨天也都收到病理法医科 承报一宗在家里死亡的个案 涉及一名69岁的男士 他是在8月28日 发现在家中昏迷跟死亡 他本身是没有打过针 独居 暂时不知道他是否有一些的长期病患 根据家属提供的资料 在8月21号出现气喘的情况之后 就是可能有拉肚子 喉咙痛 他没有求医 也没有做任何的测试 亲属在8月28日上午探访他的时候 发现他昏迷 救护员到场 证实死亡 之后病理检测 看到快测以及核酸都是阳性的 在这儿我也特别呼吁 如果市民有病征 一定要求医 也要做检测 尤其是一些长者 鉴于现在在社区 2019冠状病毒病的流行情况 如果出现急性的病症 很可能是有机会感染了新冠病毒 所以一定要急走诊断 以及接受治疗 防止演变成为一些重症 如果市民有亲人 属于一些独居的长者 可以多点联系他们 协助他们做测试 说回昨天的书信个案 总共有204宗 当中有65宗 是在机场的零食样本收集中心的样本阳性 61宗是在简易酒店 或者是简易中心 简易期间样本阳性 余下78宗是在社区中心 发现是阳性 包括第71宗 就是第4到7天阳性 余下就是7宗 就是第7天以后 阳性CT值都是很高的 相信是富阳的个案 输入国家方面 总共在204宗个案中 涉及44个国家 当中有4个国家 是输入超过10宗的个案 包括英国33宗 泰国24宗 美国21宗 以及菲律宾19宗 余下40个国家 输入10宗或以下的个案 在院设方面 昨天有10家的院设 有新增的承报个案 包括9家安老院设 一共涉及10名院友 以及2名职员 另外有一家的残疾人士院设 涉及1名院友 这10家院设 一共有69名院友 被界定为密切接触者 需要送去检疫 包括在元朗的基督教神爱护理院 有一位院友阳性 关塘的瑞金护老中心 油塘有一名院友阳性 北区的东华三院 保中泉中安老院一名院友 阳性元朗的救世军景田 之家也有两位院友 北区的从德安老院远东风院 有两位院友 九龙城的康达护老中心土瓜湾 有一名院友阳性 在沙田的新护老中心新田围也有一名院友阳性 沙田的嘉宜护老院又是一名院友 一名职员阳性 九龙城的安安区护老之家 一名院友阳性 最后是残疾人士院设在屯门的 展亮技能发展中心 输舍部一名院友阳性 在过去七天 累积总共录得52家院设出现个案 包括了37家安老院设 以及15家残疾人士院设 一共涉及89宗个案 包括73宗涉及院友的个案 还有16宗涉及员工的个案 在学校方面 今天是假期 没有新的承报 在昨天下午 我们都收到一些的承报 涉及三家学校 有个别班级 出现聚集的情况 我们都建议了相关的班别 暂时停课 第一家是位于沙田 赛马会体育中学 6A班有15名同学 有三宗的个案 这三宗个案都涉及同班同学 当中有12位曾经在8月31日出席过一个派对 我们调查都是发现另外有9名人士暂时是阴性 我们把它列为密切接触者 需要接受家具检疫 第二家是黄大仙的圣南德书院 也是在6A班 在30名同学当中 有4名同学阳性 我们都建议这一班暂时停课 第三家是元朗 月科 蒙特索里 国际幼稚园有两个班别 包括PN Yellow上午班 20名同学里面有两名 不好意思是一名同学以及一名老师 阳性 在变异病毒株方面 昨天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座的样本当中发现 带L452R就是可能是BA4或5的样本的比例 上升到63.1% 较昨天的60.3% 再进一步上升 我们看现实在L452R的样本中 大概88%是BA5 12%是BA4 也是说现在BA5占所有个案的比例是55.5% 另外BA4是7.57% 在BA5.12.1 昨天的比例维持在平稳的水平5.6% 余下的就是BA2.20% 31.53% 在这我们也都特别提醒市民 我们注意到有市民已经到时候打下一针疫苗 但是仍然由于是否要等新一代的Omicron疫苗才接种 我们在这呼吁还没有接种疫苗 或者是已经到时候接种下一剂的疫苗 无需要等待新一代的疫苗 应该尽快完成接种以保护 一旦感染需要入院出现重症或者是死亡的风险 本地个案有机会在未来维持在一个高的水平 甚至会再上升 所以还没有完成接种的市民 要透过接种足够的疫苗尽快得到个人保护 本地也有足够的科学数据显示 现实所用的疫苗包括科兴以及复弊态 对于预防Omicron出现重症或者是死亡的风险 高度有效接种疫苗除了可以产生中和抗体 也会刺激免疫系统 T08细胞产生较长久的免疫力 现有疫苗产生的T细胞免疫力 能够有一个免疫力的记忆 也很有效可以预防不同变异病毒株 包括Omicron 现实一老一幼的接种率 还是偏低在3到11岁的群组 仍然是有33.5%的小朋友 没有接种疫苗或者只是接种了一剂疫苗 另外在长者方面 80岁或以上的长者 有32.7%的长者 还没有接种疫苗或者是接种了一剂 如果没有接种疫苗 在80岁或以上的长者 他们一旦感染了 病死率可以高达14.88% 而打了3针会下降到1% 打了4针更加可以下降到0.33% 所以希望市民马上行动把握时机接种疫苗 谢谢 现在是提问的时间 请大家先举手用 同事交给你的话筒发问 在发问之前简介绍自己代表的传媒机构 第一位右边后面的那位男士 你好 有线电视的 首先想问一下其中一个死亡个案 说到他在16号在社区中心阳性 卫生署在18号在通知他 其实想问一下 那个通知的时间是否平均都是延误了 现在平均一位患者确诊之后要多久才会接获卫生署的通知 或者是安排送院呢 还有想问一下 许数昌 专家顾问就说疫情9月会见顶 现在中心的评估是如何呢 趋势走向是什么 什么时候会见顶呢 昨天提到11月可以尝试检疫措施为0加7 中心对于这个意见怎么样呢 会不会采纳了 另外想关心一下欧医生 欧医生是否之前确诊 现在身体如何之前确诊之后 卫生署对你的安排是否是怎么样啊 检测是怎么样啊 已经问超过10个问题了 请两位医生先回应吧 好谢谢 谢谢你的问题 一般来说在核酸方面 市民去社区检测中心做完了以后 核酸检测90%的人在24小时之内会收到短讯 通知他有关的结果是阳性还是阴性 如果市民做完了检测之后 应该留意自己的手机里面的短讯 也在做测试的时候 最重要是提供一个正确的电话号码核对清楚 以免结果会收不到 收到结果以后 一般来说如果市民透过网上的平台向我们承报之后 他提供个人的资料包括自己的状况 阳性样本的日期 还有家居的情况 我们会安排患者在适当的地方接受建议 接受隔离 包括家居或有需要的时候 可以在社区隔离设施 市民承报了之后 我们立刻会把有关的资料送到医管局的系统里面 让医管局的同事可以及时联络病人了解他们的情况 另外一方面 社区检测中心的样本出来了以后 我们的系统也同步会收到有关的资料 假如有市民没有承报的 我们也会主动联络他们 让他们上报 或者他们有困难的时候可以帮助他们做承报 另外一个问题是有关疫情的走势什么时候见顶 我们尊重专家提出的意见 现在我们的看法是疫情仍然处于一个上升的轨道 过去两个星期里面也看到疫情不断的 每天的确诊数字不断的上升 也在其他的指标方面 污水检测 比如说看到现实在社区里面污水带病毒的数量 个人人均的含量是升到过去连续四天的每公升50万的高倍 这一些的现象让我们知道现实疫情还没有见顶的迹象 我们预期短期之内有机会继续上升 至于什么时候见顶 现在没有一个很没能准确的看到 我们不希望疫情继续上升 希望市民谨守防疫措施定期或者多做检测 尤其是有病症的时候 阳性请尽快的承报隔离治疗 我们希望可以把个案的数字尽量的压低 以免拖廓医疗系统 我来补充一下 可能刚才讲的不清楚 打电话给病人不是卫生署 是我们医管局的同事打的 8月16号病人去做测试 可能16号或者17号他收到结果 他其实在18号他上报卫生署的平台 欧医生刚才讲的那个平台 各位市民都应该核酸做了以后 去做核酸的那个 张医生也解释了快速的去快速的那边 那同一天有关的资料已经在我们这边 所以18号他上报了以后 18号医管局的同事 已经有给这位病人打电话 当时接电话的是他女儿 我刚才说了解释有关的情况 我们想安排指定的诊所 或者选成医疗 但是女儿觉得不需要 我们呼吁市民 我们一般会打60岁或以上 60岁以上 尤其是70岁以上的我们会打电话 打得更快 我们希望60岁以上的我们都会 都给他们打电话 但是我们的观察 是部分的市民我们打电话了给他们 他们也没有听电话 所以没找到他们 也不能把有用的资讯交给他们 或预约指定的诊所 或者是远程医疗 也有部分的市民 我刚才也说了 打电话给他们之后 他们说不需要看医生 不需要了 他们说不需要吃药 不需要看医生 他们这样说 我们会劝他们的 60岁或以上 如果没有病症 也应该看医生 但是如果他们真不愿意 我们也不能给他预约一个时间 因为如果他不去的话 那是浪费了一个诊断的预约了 那市民就算是打了三针 60岁以上没有病症的 也希望可以尽早 建医生服药 下一位 左边最后一排的女士 两位好 Now TV 欧医生之前传递确诊 大家是关心的 有病症吗 你怎么感染的 是跟工作有关吗 有没有影响到团队的工作 你团队里面有没有人 又列作密切接触者呢 另外一方面的问题 是今天七十几岁的男死者 高巴生医生有说 医管局打几千个电话 只有四成的长者愿意服药 实际的数字是什么呢 每天医管局打多少个电话 是应打尽打吗 会不会有特别的措施 针对对于服药有误解的长者 比如说去上门去协助他们 最后一个问题 BA.5.4的确诊的百分比 声势是不是比预期快呢 会不会令确诊的数字的升幅 相比于专家的预计还要多呢 中秋之前要收紧社交距离的措施吗 你超过十个问题 两位医生请回应 首先感谢传媒朋友的关心 因为这个是政府的疫情简报会 不合适 我就我自己个人的情况 或者个别的个案做回应 回答刚才第三个问题 有关BA.4跟5 在过去几个星期里面 L452R的比例是稳步上升的 我们预期未来寻这个声势 将会继续的上升 其中我们看BA.5在L452R里面 大约是90%的都是BA.5 所以它已经成为香港现实主流的 Omicron的病毒 我们预期会继续的上升 世卫最新的资料显示 全球BA.5的比例 已经去到78.2%了 我们相信香港也将会继续有这个趋势 BA.5可能会逐步取替其他的Omicron病毒 值得注意的是 因为BA.5的传播力 相比于其他的Omicron的病毒要强 而且它有一个免疫套业的能力 所以我们认为BA.5成为一个主流的病毒 在未来 所以社区的传播将会继续增加 而且会令个案的数字增加 我们现在看到的科学数据 BA.5对于感染之后引起重症或死亡的风险 仍然是跟其他Omicron的病毒大致是相近的 疫苗也可以很有效地防御BA.5的病毒 是的 医管局每天打出的电话是三四千个 打给谁呢 是小于五岁大于六十岁的病人 或者是看到他有免疫力 或有疾病让他的免疫力减低的 我们都会打电话 第一个是问他们的情况 解释有关的情况给病人知道 再看他有没有需要可以帮助他 预约远程治疗或者是指定的诊所 希望他可以尽早地得到口服药 不需要变差或者是死亡 或者是要入院这种情况 下一位 左边最后排的那位白日色衣服的女记者 请介绍自己传媒机构 无线电视 有关确诊的新冠入院的幼童人数 最近看到这个月的幼童确诊的人数急升 比上次上个月上升一倍 请问这个趋势会继续上升吗 目前严重个案的幼童数字有多少呢 现在儿科的设施使用量是怎么样 会饱和吗 怎么面对呢 暂时我们在医院管理局 如果再说0到11岁的新冠病人有144名 当中有一些已经康复 有部分继续在隔离设施接受治疗 现在隔离设施的用量已经用到七成 也是说我想我都提过了不可能用到百分之一百的七八成 已经是我们的上限 当然我们会继续多开一些的病床 尤其在儿科病房 如果在儿科病房没有胃 就在成人病科做一些的改动 加一些合适的床给小朋友使用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用一个家庭友善的方法 家庭友善的方法是如果家人想陪同 我们会协助家人做陪同 这些陪同也要在设施上或者是在间隔上有所改装 我们之前已经想好了 也会知道两个极端 小孩以及老人在没有接种疫苗的情况下 需要入院的比例自不然会比较高 我们已经想好怎么准备床位 当然不希望要用到 但是最近是在幼童入院的情况是比较多的 可能我们注意了 之前有提过了 如果真的是有那个的消耗症 我们可能都需要他们入院 现在这些爸爸妈妈知道了就马上求医 所以就尽快带他们入院治疗 所以入院的人数也会比较高 今天我手上有三位的病人 属于严重或者是危呆 之前都跟大家公布过了 包括基督教联合医院 15个月大的女童 昨天她是危呆 现在变成严重 已经好了一点 在过去24小时都没有抽搐的情况 磁力共振 做一个脑扫描也都是正常的 昏迷指数去了13分 都没有发烧 所以医生把她的情况从危呆转为严重 是有一点进步 另外一位是17个月大的男童 之前提过在马加列医院 现在情况是严重 但是她的情况是她可以自己呼吸 不需要用呼吸 肌为生指数是稳定 还有另外是5岁9个月大的女童 在屯门医院 情况还是危呆 需要在身体治疗部接受治疗 我们很不希望看到危呆 或者是严重的病人出现 希望多一点香港的儿童 当然不希望看到他们入院 希望父母尽快把6个月以上的幼童 去接种疫苗 因为昨天有4个关于儿科的专科学会 以及不同的学会 都有联署的指引给大家 打针真的能够减低重症的发生 重症可以简单是一些发烧 引致到抽搐 消耗症 坏死脑炎 或者是之后一些的严症 或者是长新冠等 是有很多的好处 那个好处远大于不打针 所以记得在这个时刻不要再等了 要有时候呢 就是你在等待呢 把病毒带了给小朋友 那么现在传播那么的广泛 随时自己也会感染到 那么把病毒带回家 传染给小孩就很危险 我虽然不断在重复 但是大家可能在最近几天 都透过不同的媒介 或者是一些的不同领域的领袖 都有说一定要接种疫苗 我知道多讲也未必有效 也不想每次都用严重或未待的个案 才能够叫到大家去打针 但是所有的证据都显示 接种了疫苗是能够避免这种情况 也能减低入院的需要 入院少了 对于医疗的压力也都少了 我们也不需要开太多的病房 来去照顾小朋友 说到病房 也想跟大家提一下 儿科病房除了那个间隔上 需要改装变为家庭友善的间隔以外 人手上的调配也有一些安排 在这一波的疫情下 我们已经安排了相关的医护人员去接受训练 比如是一些儿科病房的训练 希望在接受儿科病人的时候 知道怎么去照顾他们 当然不够儿科病房 但是至少在基本的训练上会知道怎么去照顾儿童 下一位 左边最后那排的那位女士 你好 明报 想问一下 今天早上高医生说到那个医管局联系 长者只有四成会吃新冠口腹药 那么其他长者不吃药的原因是什么 比例是什么 有多少是一打电话就拒绝求医 有多少是求医之后都拒绝用药呢 第二想问一下 无论核酸或快测阳性的个案是否都要患者 在网上承报资料 卫生防务中心才知道他是60岁以上 然后再把他这些资料交给医管局 再打电话给长者呢 今天那个77岁的死亡个案 他是核酸检测两天之后才收到医管局的电话 但是口服药最好是并发五天内服用 那么打电话的速度是否可以加快呢 每天打3000到4000个电话 是否能够多打一下呢 昨天有四位红马者被发现离开隔离地点呢 入了受限处所 警方说是在卫生部门提供的资料之下 采取行动 把他们的押送了去逐高湾 那卫生防护中心是怎么知道 他们是红马人士进入了一些受限处所 是否经过安心出行发现呢 今天医管局也提到新冠患者 跟非新冠的一般病人入院的人数都有增加 相比现在第五波的高峰期 是否真的少了一些非新冠病人求医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疫情反弹之前 医管局制定的调动病床方案 有没有预计过一些新冠跟非新冠的病人的数字会上升呢 差不多了 先请两位医生回答吧 谢谢你的问题 那么我先回答承报的问题吧 现在有两种的检测 第一是核酸 如果核酸检测通常都是在政府或者医管局或者是一些私营的社区检测中心做的 如果核酸阳性的时候 市民通常做核酸的时候都会提交名称身份证号码以及电话 这些阳性的报告实验室会直接承报给卫生署 我们收到这些资料以后第一时间就会把资料送去医管局 只要有齐全的名字 身份证的号码 电话以及阳性的日期 我们就能够把资料送给医管局 那么如果市民收到短讯要马上透过网上的平台 www.dh.gov.hk.chpi去承报 那么之后我们会有进一步的资料 地址或者关于症状的资料 以至医管局的同学可以多一点的资料可以掌握市民的情况 第二就是快测 快测一定要靠市民承报 因为快测通常都是市民自己在家里做的 如果承报的时候 我们不承报 我们就不知道是阳性 因此所有市民如果快测阳性的时候 也都要上我们的网上平台 快测的平台 www.dh.gov.hk slash r a t p 在这个平台承报了之后呢 我们收到市民的资料 以及上传了身份证 以及快车的照片之后 申报完成以后 资料也会第一时间传送去医管局 医管局同事收到以后也会发短讯给病人 病人可以联系医管局 或者医管局同事也会主动联系一些高风险的人士 第二个问题是红马方面 红马方面现在政府都是用一个比较精准的抗疫方法 希望能够把一些最高风险的人群管控 以致社会上大部分的人都能够过一些正常的生活 我们把焦点都集中在管控一些最高风险的人群 在确诊者方面呢 他们承报了以后或者核酸检测阳性之后 他们的资料将会传送到政府资讯科的办公室的EPP网页 当对比完毕以后发现这位市民确诊了 他手机上面的疫苗通行证会变为红色 如果市民确诊之后应该留在自己的隔离地点 如果是家居隔离的就不可以离开家里 我们在过去一段一个星期里面 跟资讯科技办公室的同事保持紧密的联系 他们在背后会看当一个人是进入14的时候 他要扫疫苗通行证 如果发现是红马的话 资讯科技办公室的同事知道了这一些资料的时候 他们会向我们提供有关这一些市民的资料 我们会做调查 看是不是真的违反了检疫的隔离令 离开了居所 如果有确实的证据或者什么怀疑的时候 我们会连同警方做执法的行动 每天我们打的电话是三四千 这个不包括我们接收的电话 我们只是打出的电话是三四千每天 昨天我们接到七百到八百个电话打进来 我们对外参传的183615 不断是由市民询问打电话来 询问有关医流的问题 加起来是四五千个电话 我们一直在加人手去做 加我们自己的医管局的人手 还有兼职的人手 外拼的一些人手 我们也跟一些私家医生或者是私家的医疗机构 在掐谈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打电话 之前大家也看到港联医院有一个新闻稿 说跟我们医管局负责打电话给相关的病人 我们对象是六十岁以上的病人 或者是小于五岁的病人 或者是有长期病患 让他们免疫系统弱化的一些病人 七十岁以上的我们同天会全打 所以那个病人十八号他上载平台 他同一天已经收到我们的电话 其他的我们会看情况 我们会分哪一些是 是危险度比较高的 高危一点的 高危的我们会打得快一点 我们希望一两天之内可以达到承报的个案 至于有四成的病人不服药 这个很简单的 你可能可以做一个调查 问你们亲友 如果中了新冠 你服药吗 可能你家里人说他们不愿意服药 为什么呢 当中有很多的原因 中国人可能觉得 像我刚才说的 病症很轻微 没什么吗 那不服药了 不吃药了 或者觉得新药比较散发 很多人都这样说 我吃中药就够了 很多人这样想 很多香港人是这样想的 中国人可能都是这样想的 大家要记得 这个药 首先这个药 开了好几万个病人 在香港已经服用了 我们没看到严重的副作用 或者是严重的问题 是相对安全的 医生开之前肯定会问你 有关的病情 有没有其他的药 是不可以开某一种药的 医生会做仔细的分析 然后再开合适的抗新冠口服药 给病人吃 第三点最重要 就是已知的文献都显示 服了新冠口服药 可以降低重症入院 甚至到入院之后 死亡的风险最高到八成 有的东西可以降低风险八成的 我相信大家一定要去做 所以我们给大家打了电话 要做预约的 肯定要做预约 拿了预约期看医生的 医生开药的话 请大家接受 最重要点的就是 拿了药以后 回家一定要准时服药 因为有的病人说 插的时候才服吧 开门口这个药 刚才已经说过 最重要的是 黄金五天最早吃最好 头五天服药都是有效的 有的人等到一两个星期之后 哎呀 病症差了 情况差了 才服药 不是这样的 把握时间 头五天开始了服第一届 然后服足那么多天 准时每天服两次等等 第三方面 新冠非新冠病人的情况 新冠病人入院 每天我们的数字都有公布 今天也说了 有两千多个医管局的医院方面 非新冠病人方面 因为高医生这样说 是因为他看以往的几波 当新冠疫情高的时候 很多病人本身 他们自己有其他的疾病 可能他也不会立刻去医院求医 他们会等待复诊也不去了 但是这一波 除了新冠病人在增长的时候 其他的非新冠的病人 没有像前几波的减低的幅度那么多 等于医院的压力更为严重了 我们要开新的床 收新冠病人 有的病房要转移收新冠病人 我们工作人员当然 就去照顾新冠病人了 但相反 非新冠的病人没有减少 那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就会增加 医疗系统的压力越来越大 所以大家可以做到的 就是因为非新冠的病人 他们也需要看医生 尤其是一些急症 癌症 大家都不愿意他们去等 我们也不会让他们等 急症一定要做的 但怎么去间谍感染 我们都不断地说 戴口口罩做好措施 不去多人的地方 不要去宴会 不要脱下口罩 做进行活动或者打针 欧医生刚才也说了 打针怎么去减低重症死亡 然后是服药 这个是三部曲 做得好就可以减低 入院的需要 自然对医疗的系统的压力 就可以减低了 非新冠病人就可以 他们的服务 不会受到那么大的影响 不会令他们的病情更严重 甚至变差了 不好意思 我刚才讲错了网址 我们有两个平台 一个是核酸检测的平台 市民在社区检测中心 阳性的话 要去核酸的平台承报 网址是www.chp.gov.hk.cdpi 快测阳性的 就要上快测的平台 承报 这个是要上载身份证 还有相片的 网址是www.chp.gov.hk.r.atp 市民承报第一次之后 会收到一个短讯 在手机上面 如果是快测的话 然后也登入 sms里面的链接 然后再上载身份证 还有相片 就可以完成 整个申报的情况 然后拿到一个隔离令 右面那位男士 你好 香港01 也想问一下 77岁男 死者是家人决定不去求医 多不多这种情况 是由家人决定患者最终不去求医呢 背后有什么动机原因呢 会不会说其实患者想去 他们有什么方法可以去求医呢 另外想问 高医生说预留3000个床位 按照现在疫情上升的幅度 3000个床位可以用到什么时候呢 谢谢 你的问题很难回答 大家都是家人 大家也有家人 我们打电话给77岁伯伯 如果是女儿接电话 我们当然就是让他女儿 来去得知病人的情况 家人听了解释 觉得不需要 我们也会尊重决定 所以为什么我们重复的 跟市民说 如果那位77岁的伯伯 觉得自己需要求医 他会跟家人说 家人会帮他安排 但是如果家人接了电话 或帮他处理了 或帮他安排 请家人接受安排 包括可能指定诊所 指定诊所现在很方便 也有那个抗疫敌视 如果你说不想出门 还可以做那个事项的试诊 药物也会送上门 那么就马上一两天 收到药物就可以服用了 这是大家要认知的事实 为什么我们那么紧张 要大家吃药 因为这样子才能减轻 重症的死亡 减低医疗的负担 高医生所说的是 我们第三阶段的病床数目 第三阶段我们是比较宽的 说的2500张病床 总为现在开了2000多张病床 接近3000 我刚刚都说了 现在是2700多位病人在医院 在隔离设施是1500多位 有些不在隔离设施的 一些在二三线的病房 可能已经在康复中 又没有传染性 或者在入院的时候 才发现有新冠病毒 我们会看着情况 看看每天入院的数目多少 如果需要留意的人会多 我们会把一些的病房 转为新冠病房 大家也都知道亚伯馆 现在240张病床 我们有 现在有200张病床的人手 在外聘一些的兼职 还有同事加班去工作 大家已经非常的努力 希望全香港一起努力 一起减低感染 减低重症 减低入院 我们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吧 你好 独立媒体 想问一下 联合医院护士的婚宴情况 总共有多少个人参与婚宴 以及有没有发现有违反防疫条例 有没有涉及其他医院的医护 谢谢 暂时没有很确实的资料 但是有两点 我也想跟大家说一下的 现在我们都会告诉同事 希望尽量的避免一些人多的聚会 也避免一些脱口罩的活动 很多同事都知道的 也都大家希望可以一起把它做好 第二 每一位同事每一天都会做快速抗原测试 也是说他在社区或如果有家人感染了 可以让我们早一点知道 有部分的员工其实都不少 比如一些的某一些的病房啊 来症的病房啊 或血科的病房 或外展的同事 他们每一个星期都要做两次的核酸 现在甚至会做三次的核酸测试 希望早一点发现 是否一个带有病毒的病人 希望能够减低有机会 传染给同事或传染给病人的机会 好 今天记者为结束 谢谢大家 或者这个我回答了 刚刚我说了 如果有足够的资料啊 名称啊 电话身份证 号码 年龄 我这资料都可以透过电脑 自动传送到驿管局 其实如果 CHP把资料期整的交给我们 我们会开始打电话 我们希望尽快能够联络到病人 尽快的可以让他们可以能够求医 可以吃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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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